說過記者依舊是在台北地檢署為您掌握金華城必然的最新進展 不過稍早畫面可以看到呢 在稍早的時候前台北市的副市長彭震生已經搭乘球車到地檢署 來接受檢方的第三次提訊 那麼其實彭震生在過去呢是在9月10號及12號的時候 都已經有第一次及第二次提訊過了 甚至他在12號的時候呢下球車時甚至還露出了一抹神秘微笑 但他今天呢是穿著一身黑戴著手銬並且走在隊伍的最後一個 下車的時候呢臉色看起來略顯憔悴 跟過去的這個表情看起來看起來相差蠻多的 那今天為什麼檢方要來提訊彭震生呢 法界人士就分析說很有可能是因為昨天這個 這個沈慶晶以及朱雅虎都已經被提訊傳喚約談了 那是不是昨天這兩個人其實有公出說背後的內幕 又或者是有說到說這個背後的4440萬 可能有經過這個彭震生的手 因此呢檢方今天很有可能就是要來比對證詞來查出來幕後真相 那對於這個檢方呢是希望說能在兩個月的積壓席之前 就已經做出這個案件的徵結做出起訴或不起訴處分 因此呢除了這個彭震生之外 另外還有三名的被告是包含了 柯文哲、應曉薇以及這個沈慶晶 其實在過去半個月以來呢檢方都是密集的來提訊 那除了這四個案之外呢還包含了一些被告或是證人 其實在過去兩個星期之內也是也頻繁的被傳喚約談的 那對此呢今天這個彭震生的偵察庭在稍早夜已經結束了 那有怪傳說今天下午檢方很有可能會再提訊另外一名在押被告 那我們都會持續在地檢署為您掌握 以上是現場為您掌握到最新情形 先把時間盡頭交換棚內